因為政府全城投入啟動很大資源 去發展城市經濟 說立了香港無處不旅遊的理念 將香港最佳旅遊目的地的招牌省令 到現在為止 你自己的觀測或分析 其實這些做法是否有效 我們香港絕對是世界旅遊目的地 城市活動亦有很多 在宣傳上我們要多些影響思維去看 作為一個旅客 他們會預造一些時間去看 如果要去旅行我去哪裏 然後如果你太過仙女散花 有時會花多眼亂 是 沒錯 都不知道誰 不知道誰好 或者其實他拿不到重點 是 沒錯 所以在宣傳策略上 即是商界的經驗就是 你要有些聚焦 例如暑假 你的旗艦的宣傳項目是甚麼 例如早前做多拉A夢 是 沒錯 很明顯就是做家庭客 你用這個做主打 家庭客來到香港我還可以去游泳 水塗樂園 然後主題公園 有些文化色彩帶他去西九文化區 看看故宮 你這樣就可以串連到一個叫家庭的旅遊路線 但是你總要是有焦點 如果下下我們都把二百多個項目訂出來 有時我怕是甚麼 你就會選擇障礙症 所以我說方向正確 重點是我們要發揮我們香港的獨特優勢 做好宣傳 做好這個宣傳 我都說過 我們有目標的客人市場 如果我們做家庭旅客我們怎樣宣傳 我們做一些叫退休旅客 他們想休閒一點的 他想自然健康一點的 我們又有這類東西 所以我們要去真正叫做Taylor-made 是獨特 獨特 獨特新訂做 讓他們去選 我經常說花多就會眼亂 有時都會選擇困難症 所以現在社會上面的聲音說 現在出現了盛事疲勞 你怎樣看這個詞 盛事不會疲勞 當你太過多的內容花花眼亂 是會累的 但是你會有一些叫特別大的 有些旗艦的活動 中間有一些活動的時候 其實就是每一個高潮一上去的時候 下到去你都不會讓牠停 是 保持住 總會沒有那麼多大大盛事 我們就要去香港人宣傳 或者海外的旅行宣傳 例如暑假 我都讀了我多拉雅夢 接著我們九月有些甚麼 然後下半年是否紅貓來 那個會是我們下一個焦點 如果是的 你們就要去想一下 我們怎樣把整個東西包裝 去到下一季的時候 我來香港我還甚麼 你有錯這件事 其實就不會有疲勞了 除了盛事之外 你覺得其實政府 除了持續宣傳香港 盛事之外 還有沒有甚麼計劃 可以給政府 應該怎樣能夠令到 我們香港經濟 可以盡快復甦 令到業界都可以分享到成果 始終的環頭經濟是比較大壓力 分明了 利息是非常之高 是 沒錯 因為始終經濟開始 大家要勒著褲頭的時候 都會多了少了小心去花錢 那剛才我這樣說 政府可以做甚麼呢 其實要看看怎樣幫我們 發揮到我們香港的特色 我們有的內容 我們怎樣去做一個 叫做工業化轉型 當中都包括服務業 是 沒錯 我們人手不夠了 很努力輸入勞工 其實輸極都不夠了 那怎樣可以政府幫我們 例如將一個科技的提升 內地現在都很方便 用AI 用AI 用機器人 沒錯 類似這些是很重要的 其次就是 也都在政策上 剛才我所說 會不會幫我們去搶生意 是 還有盡量減低 我們香港商界的營運成本 因為我們留意到有些數字 酒店都相對好一點 但是你說餐飲啊 零售啊 那經常都說 不要緊 一雞死一雞 但是我可不可以不死啊 是 去到很多的業界 他們做中小企的 有些見到面都跟我說 他說Casper 我們其實不想經常轉來轉去 客家很正常 是的 如果是可以令到大家生意好 我們一定會把這種經濟效益 串連下去 給我們很多可能的基層 或者不同的業界 這個很重要 我相信接下來都會有一個大挑戰 但希望政府在怎樣減低 我們所有業界的營運成本 壓力 幫我們提升 轉型 這個不要經常打保守波 我們要打進攻 我知道其實你另一頂帽 就是身兼足總的副主席 你認為香港的旅遊業 如何能夠跟足球發展 可以有一個連結呢 其實體育的旅遊城市 這些全是不是新的東西 我以前去負責體育政策的時候 我們都特別留意得到 很多的體育 除了大賽以外 例如我們去到外國 我們經常見到馬拉松 馬拉松是吸引到很多外國的旅客 會去到一個城市 去跑步 還有感受城市的氣氛 這些會是可以吸引到 另外其實我們要宣傳一下 下年 全運會 沒錯 兩岸三地 我們有很多大灣區 全部這些都會有很多的旅客 有機會來到香港去體驗這個比賽 更重要剛才我所說的就是灣區的融合 廣州、澳門和香港 這三個地方一起去辦 辦好之後 其實希望順便我們推行 我們看的體育員 是的 這些全部都是希望可以吸引 更多的國際大型的賽事來到香港 順便他不是只停香港 他可能會去旁邊的地方有比賽 這些就可以推動到一個旅遊 你想想一個五萬人的場館 如果可以坐得滿 就算我不是五萬 我們有這麼多的旅客可以來得到 就是說如果我們可以邀請到 一些世界明星來到香港 其實做就我們香港的透盤展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到海外去看比賽 沒錯 但是我將比賽帶來香港 我令到香港有很多喜歡運動的年輕朋友 他們都可以很近距離體驗得到 我們希望體育可以去到專業化和產業化 沒錯 產業化我們說的不是只踢球去做教練 是例如我們相關的盛事經濟 你辦一場大型的賽事 我們很多台前幕後宣傳 搞活動 搞旅遊 全部這些都要一些專業的人才 一條鏈 一條鏈 如果運動員其實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他們轉型去做體育產業鏈相關的工作 他就可以繼續出路了 沒錯 你看到Vivian這樣 剛剛馬屋就叫了他 你看到很多這些 其實運動員除了體育生涯 其實有些比較短的 去到30歲可以退休 沒錯 但是他們之後的第二個 第三個的人生的新的里程碑 那高峰是怎樣呢 我們要製造這個空間給他們 有一個很八卦的問題想問你 剛才你說了 在不同的領域都有很多專業的範疇 但我相信很多觀眾都很有興趣知道 你們有沒有興趣回到重症 其實我一直都在香港沒有離開過 現在人們都笑 阿哥你也見了 很多時候好像曝光比以前更高 就是我能夠在不同的範疇 可以貢獻到香港 我對我來說很足夠 你看我只是很精神 做到幫得到手 對得香港好 香港是我的家 我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 建造一個香港 是可以比上一代下一代更加美好 其實什麼身份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可以發揮得到效果 今天很感謝你 能夠和你分享這麼多很專業的意見 亦都是在不同的領域上 給予我們很多啟發 我們跟觀眾都說了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維路視影節目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